成立三十七年的解肥基金会 在中华官西南各兄弟推动登记照顾的服务 目前说这个照顾服务 也来增进到新北角冰冻地区 为了要让更多人认识到登照基金会 是特别基盤到照顾服务园的念名帝 到过咱们的新闻小孩 做回来感受照顾服务园 请不吝点赞 单纯的小孩和哟 记录到照顾服务园的一天 有在街头上买的生意 邀体中卫穿个新枯定照顾服务园的厄想 这些我看起来很变成的列名作品 是解肥基金会专工基盤的列名店 它再厄想让大家看到照顾服务园的辛苦 那在服务的过程中 除了专业的支持之外 然后让妇女保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之外 其实我们也导入了这个理财观念的教育训练 还有数位能力的赔力 那我想今天我们就邀请了我们在彰化的照顾员 有在也也是被拍摄的照顾员 他们可以现身经历的来分享这个身为照顾员的这个甘虎台 还有在妇女在二度就业的过程中 所需要得到的支持跟协力 管户社会主义 可能发社会照顾服务园已经是生活中不可欠备的一个行业 他还要硬上可以更清楚知道照顾服务园到底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照顾议题是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大家觉得是不是 是的 确实是的 父母照顾小孩子 等到有一天父母老了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父母 回备我们的父母 可是很可惜的 现在的家庭功能慢慢的支持力量越来越裹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的家庭并没有 他的能量并没有办法能够照顾到那么多的长者 台湾基金会这次的年轻 并不是以后的最尊重为主 尊敬的主角 都是照顾服务园 他还竟然记录到每一个照顾服务园的辛苦付出 一集带来的感动 大专门上门 中四两 中华 才公布图